歡迎大家收看 由康文署音樂事務署製作的網上節目 大台主音樂製作室 大家好 我是趙珍熙 之前兩集跟大家分享過 以前怎樣製作音樂 以及到底音樂行業有多好賺 其實現在也不太差 接下來會跟大家展望一下 到底現在可以怎樣製作音樂 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以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我之前說是 為何困難呢 就是你要懂得編曲 你不懂編曲要請人編曲 你要請人寫詞 你要找一間錄音室 你不懂彈琴要找人彈琴 找人打鼓 找人彈琴 所有事情都是需要一些專業人士去做 才可以做得到 那件事的製作費很貴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 但現在做一個製作 跟以前有多大分別呢 其實變化也真的很巨大 以前我們需要的錄音室 演奏的音樂師 錄音師 其實現在一部手提電腦 就可以取代整件事 我們現在有些軟件 其實有專業 也有入門版本 入門版本甚至乎是免費的 就算是專業的版本 就算我自己用一些專業的軟件 去做音樂那些 都是說千多港幣 全世界最厲害的人都在用那些 但是他們的能力 能力的程度 簡直是令人覺得 太為觀止 一個軟件包含了錄音室 樂器 甚至是樂手的部分 已經有越來越多東西 可以包含在裡面 我可以舉些例子給大家聽 我最初不懂做音樂 我可不可以用軟件來做 其實都可以 因為裡面本身有些 預先錄製的東西 你可以組裝一首歌 都可以 如果你不懂彈的話 自己慢慢組裝 有些人是專門用組裝的方法 去組裝一首歌 到底用軟件的好處是什麼呢 用軟件最大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肯學的話 你基本上是 可以學懂錄音 學懂編曲 學懂製作一首歌 你是零元 製作費 你可以全部自己吸收 但可能有些人說 我不懂彈 剛才我說可以組裝 但我真的想要琴拍 是自己彈的 有很多人 每一粒音都會有 就算不是 我可以彈兩下 但我彈得不夠完美 但其實電腦的好處是 可以幫助我 可以幫助我 有些功能 你彈得不好 它可以令到 你按鈕 彈得很準 這些科技的進步 令到整個音樂製作的門檻低了很多 當然 最重要的是 你要肯去學 如何去用軟件 因為 雖然說 你可以用軟件做完所有的事情 但學懂去用軟件 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因為你只學懂一個部分 都可能要弄一輪 例如我剛才彈琴的 你要彈進去後 要劈進去後 其實需要去學習 不要說 最後我們彈完所有的樂器之後 我要把它做好一點的混音 這也是需要學習的 但好處實在太多了 我剛才說的那些所謂 錄完之後 你只剩下一條曲去唱歌 唱完之後 即是在analog年代 我們只剩下一條曲去唱歌 唱完唱得不好 那你就用了再唱歌 但在數據的年代 就完全改變了 數據 因為它用的是硬碟去做事 還有它裡面的曲 多數的軟件都是無限的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 我們唱歌 可能是唱一百條曲 然後分別是第一段 第一句用這個 第二句用那個 甚至第三句 中間那兩粒字 我用第五十六 都可以的 你可以調整 即是唱很多次 每一個位置都可以做很多次 然後剪在一起 做到完美為止 所以現在 很多歌 你聽出來 為什麼效果這麼棒 因為其實 那些後製實在太厲害了 他們有很多電腦本身 可以幫到手的地方 令到你的後製 第一容易了 和可以令到那件事 是專業了 只要你肯去學習就可以了 可能有人會問 趙先生 到底要學多久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有些學生 由零開始 去學用一個軟件 由 開始 由入門版 到專業版 去做 他是製作自己 自己寫 自己編 自己唱 做完整件事 他用了兩年時間 如果你是預計 你是由零開始去做 學會整個製作過程 大概需要兩年 是一個 蠻艱巨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音樂 而我想製作自己的歌 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因為以前製作音樂 你需要認識別人 要懂得找誰 要準備一百幾十萬 去製作 那件事已經已成過去 你只要學會 你用時間去學會 軟件的話 你根本不用 有錢包包 請別人去做 你可以全部自己做 做自己想做的音樂 因為以前 其實因為投入這麼大 我們很多時候 會被唱片公司 去Dictate 去告訴我們 做什麼才行 但現在這個年代 就不是這樣說 我現在也不知道 什麼歌才行 所以你 如果你是決心去做音樂的話 你可以做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 有沒有人聽 之後才算 我做了自己的過程 開心 現在做音樂 就應該是這樣做的 可以用軟件 完成了 講了那麼久 用電腦來製作音樂 不如我請其中一個學生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又怎樣用電腦來製作他的音樂 大家好 我是梁耳晴Yanny 我是在2020年的時候加入大台主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編曲上面的點滴 我初初加入大台主的時候 我對於編曲上面的東西可以說是零形式 所以一開始去學編曲的時候 阿希Sir 他就給了一個任務 他就叫我找一首自己喜歡的歌曲 然後嘗試把它複製 我那時候就是用iPad上面的一個軟件 叫做Grudge Band去做的 怎樣複製呢 就是將你聽到的樂器 或者它的彈法 盡你所能地 一模一樣地把它複製下來 我當時遇到最大的一個困難 就是聽Bass 可能因為我平時聽流行曲 我們下意識就會留意一些 可能比較高音的位置 或者是唱歌的部分 所以下意識這樣就忽略了Bass的一些音 不過我花費了很多時間 慢慢去聽的時候 開始就會有聽到Bass的聲音 這個任務其實是一個 好好訓練耳朵的練習 除了可能聽到Bass之外 我還聽到了很多歌曲的細節部分 以這一首歌為例 我當時就選了一首叫做 《魔鬼中的天使》的歌 背景音樂其實就是我那時候製作的編曲 而這一首歌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結他部分 它是故意有分左右而是不同的模式 所以這個歌曲都令我留意到很多 我平時可能會留意到的歌曲的細節 之後當我這一首歌 做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我就轉用了Logic 在Mac機上製作 我就選了另一首我都很喜歡的歌 叫做《Speechless》 我一開始在iPad製作的時候 我就沒有加任何額外的裝置去製作 純粹真的一粒一粒音地製作 但是轉了做Logic之後 我就買了一個Midi Keyboard 其實如果大家是懂樂器或鋼琴的朋友 我都非常建議大家去買一個 然後再去編曲 因為那個速度上就會快很多 我編這首歌的時候 就不同於第一首 第一首可能就會很集中留意 一些音上的編曲 但是到了這一首的時候 可能就會留意一下別人究竟是怎樣編的了 就開始去學習一下別人做的方法 都可以有來到我們以後去編自己的歌曲 這一首歌我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一個弦樂上面的處理 這個背景音樂 都是我那時候去編的那個歌曲 大家會聽到它有很多弦樂上面的東西 但是弦樂為什麼難處理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用Midi把它編出來的話 很容易就會聽下去 可能比較假或者比較生硬 所以我們就要放很多心機去做很多的處理 才可以令到它變得生動 其實我覺得你學會了這個編曲之後 就算你以後不是說可以編曲為生 你可能有一個你平時想唱歌 但你又找不到伴奏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以讓你去找到一些歌詞去唱 雖然它是一個很基本的編曲 但已經足夠可以讓你去演唱 而且這是一個你只需要耐心去做 你足夠喜歡音樂的話 就算你音樂的基礎不是很強的話 都可以做到的 然後我加入了大台主之後 除了學習編曲上面的點滴之外 我還有出到一首自己的歌曲 就叫做《蝴蝶效應》 這首歌叫做《蝴蝶效應》 wwwww 和歌曲賓家 也可以操作《蝴蝶效應》 不願意添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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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流逝 空气都放肆 传言自知却为之沉迷 不听不管不问不说 无奈无知无畏无拘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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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呢 没有侥幸没有偶然 在拍外也是出笔人 不是说你不听 不是说你不管 只要你无散 大家记住收看由康文署音乐事务署制作的大台主音乐制作室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